接下来播出 请你跟我这样过 您现在收看的是 超级电视台 请你跟我这样过 请你跟我这样过 我们都是 超级爱健康 错误赞美可是会影响 小孩的心智发展 今天就邀请到 儿童发展学专家王慧敏 儿童发展专家王洪哲 艺术治疗师邱宝慧 以及陈立晴 崔天怡 林书伟 要一起来讨论喔 好 那么当然我们 在教养小孩上面 我们常觉得 如果他做错了 我们是应该要骂要处罚 做错的话 对 做错你还赞美他 那不是就越错越大了吗 做错了要惩罚 对 做对了要赞美 但赞美在我们而言 我们是随时不会吝啬 而且是越赞美越厉害 我们希望他将来 这越表现越好 是不是 可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说 你过度的赞美 会不会反而适得其反呢 会不会觉得现在很多人 自我感觉良好 会自我感觉良好 对不对 所以说像我常常觉得我很帅 像刘德华就是爸爸小时候 赞美过多 不适当的赞美 是这样的 邱老师 对没有错 因为其实有效的赞美 是一门艺术 对因为我们常会发现说 其实不恰当的赞美 不但达不到效果 而且过度的赞美呢 常常还会反而变成是 过度的压力 对 因为我们临床上面 赞美怎么会是一个压力 对啊 这个部分呢 在去年美国心理学会研究 他们在Emotion杂志上面 他们就有发表一个论文 就是说 讲说小朋友如果说 他一定要尝试就是过度的赞美 他才能够得到自信的话 常常就会演变成说 他对自己容易自视过高 或者是过度虚荣 然后或者是很容易满足现状 然后所以当他 就是说他达不到 他预期到的效果的时候 他常常就会越来越失望 那最终呢 反而还会造成忧郁的情况 对 那这个在我们现在 在做临床的Cats上面 常常会发现说 因为小朋友 现在把妈妈都常常只生 一个小朋友而已 所以独生子女呢 常常在家庭当中是宝贝 然后甚至是整个家族 都把他们当成像小祖宗一样 所以从小呢 小朋友他可能 就是一直生活在 大人都事事迁就 或者是过度宠溺的 这个情况底下 所以他们常常就是说 到了出社会之后 或者是进到那个同侪的环境里面 他们常常以为说 要被这种被大家吹捧的这个状况 才是他们应该理所当然 被对待的方式 对 所以拿捏很重要 拿捏哦 那不赞美又不行 这个分寸不好拿捏啊 对 王耀泽老师你的看法呢 我们有一个临床真实的案例 就是跟赞美有关系的 有一个高中生 他沉迷于电玩 对 那到我们这边来辅导的时候 我们就先要了解原因啊 要先分析原因嘛 行为背后要先分析一下原因 为什么会沉迷于电玩呢 结果发现呢 这个孩子沉迷于电玩的原因是从小 他爸妈都跟他讲说 你最棒 你是第一名 你最厉害等等 那这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这小朋友我们透过一些资商呢 问出来他 因为他没有办法在电玩里面得到第一名 哦 所以他整天都在寻求那个 他在电玩世界里面 是很厉害很厉害的那一个角色 那最后呢 到最后呢 变成有暴力行为 暴力语言 还出手打爸妈 最后到大学的这个阶段 进了精神科 蛤 他觉得他应该第一名才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教养 对 教养然后产生了一些 不可以 就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后果 过度的夸奖 反而后面的问题会很严重 特别是如果成绩方面 对 哥伦比亚大学呢 的心理学系有做一个研究 他拿了四百多个小朋友 然后这群小朋友是小学生 他测验他们就是 就给他们丢一些测验 然后分成两组 那结果呢 有一群小朋友 就是考卷都收回来 其实大家考的都没有非常非常好 可是他就夸奖 他就夸奖某一群的小朋友 哇 你们考得好棒哦 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啊 等等这样子 用夸奖鼓励的 那另外一群没有做这个夸奖鼓励 结果呢 后来呢 再隔一阵子再做测验 那结果发现 被这样子鼓励 过度赞美的 这样子的鼓励的小朋友呢 他们有百分之六十五 他们怕输 所以他们只选择简单测验 哇 会比较输不起 对 输不起 输不起 那这个东西就是看 就是 他因为被赞美了 才会变成有一个 输不起的一个态度 另外一群小朋友没有哦 他们考试考完了 就接受他们的成绩 也没有被实验人员 去过度的夸奖 或者说是什么 他们有百分之四十五左右 只有四十五 才不愿意去选择 那个很困难的作业座 这中间差了那个百分之二十趴 所以你过度赞美了以后 他反而不愿意做很难的事情 然后孩子变得不容易学习 就是现在小学生常遇到的一个状况 我这样子表示我教育方式是对的 我一天到晚就 鸡蛋里面跳骨头 这样如果能够更好 我这样子好吗 发现自己是对的 你现在寻找自己对的一个支撑逻辑就对了 对对对 我平常就是一直挑剔 比方说九十九 你为什么这一点 如果S加写下去不就一百了吗 对 我没有赞美哦 那我表示我的教育方式是对的 可能是对的哦 有一个重点 我好紧张不对不对 赞也不对 我们要把前提说清楚 不是说赞美不好 对啊 而是说过度的赞美 那什么问题 就是过度赞美 那还是要赞美咯 对 还是要赞美 对 而且每一种孩子 他有不同的个性 有不同的气质 尤其是那一群孩子很容易说我好厉害哦 我好强哦 等等这样子的那一群孩子 尤其不可以过度赞美 所以过度这两个是非常非常重的 你看他的个性 我相信听老师在讲这个时候 我们脑袋都一直浮现说 我们在家里面对小孩的互动 很多画面一直出现 对 最近的期中考 我们家那个侯塞蕾 我女儿嘛 然后我们就鼓励他 因为他才很 他念书是比较稍微一点 然后我们就说没关系 你跟自己比就好 所以只要他自己分数有进步 说那很棒 你表现真的很不错 然后呢 我们就为了激励他 我说这次大考呢 你只要有一颗考一百分 你的零用钱以外 差额 爸爸妈妈帮你出 买一个iPad给你 太乖了吧 奖励太大了吧 他跟我们讨了半年多了嘛 我们一直不买 我说那干脆转换为一种奖励的力量 你只要考一颗一百 考两颗一百 我们全出 你的钱通通省下来存起来 后来呢 在前那个 其中考的前一个礼拜有复习考 复习考一考出来七十几分 结果 他直接电话就打来了 妈妈 我那个七几分 我想我放弃了 妈妈 直接放弃 我放弃了 是不是我话讲太多了 导致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后果 你把目标定得太远 太远了 对啊 那你的进步多少 比如98分我就给你这个礼物 你要分几句啊 多少几句有多少礼物 你才不会全有全无 我懂了 考八十分电池一颗 这个小戏的个性就上来了 所以过语不及呢 其实都会有不当的后果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一一来 破除这些赞美的迷思好不好 我们先来做一个统计好不好 现场所有的妈妈们 你们对于小孩子有没有赞美过 或者说哇 你真的是最棒的 妈妈以女为荣 有的 请取台 一定要的 有一定要的吗 这个比例高达的九成啊 只有两位是没有生小孩子啊 还是 我们没有讲得这么说 以你为荣 我们可能讲说你好棒 要继续加油 不会讲得这么正式说 以你为荣哦 不会这样子啊 所以换个角度 可是父母亲很多那种情绪 都会投射在孩子身上 对不对 都会觉得 在比你为荣 落不到的时候 然后小朋友 例如说我跳舞会同手同脚 然后我女人 你会同手同脚啊 我常常同手同脚 真的假的 还好你没当兵啊 这俗称叫天兵啊 对 对 天生的 但我女儿就蛮会跳舞的 而且很有韵律感 那我就觉得 哇 你真的好棒 妈妈好以你为肉 可是我觉得好难拿 你也有 像我的小布丁 现在就是才刚满两岁嘛 然后就进入那种 吃副食品的阶段 对 所以我就会买 就是她喜欢的 譬如说什么喜羊羊系列啊 然后增加她对吃饭的兴趣这样 然后她每次只要吃一口饭 只要吞下去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 马上站起来欢呼说 棒棒帝 然后全家都欢呼 现在我们要怎么棒棒帝 棒棒帝 因为她都会加一个帝啊 我们就学她融入她 她就棒棒帝 喜羊羊里面讲话 会有这个语助词 对 然后全部都欢呼这样 后来她吃第二口 我们第二口吃下去 棒帝 然后全部用欢呼这样 吃个饭 好累 好累 然后就让她很开心 然后第三口她吃下去 我们想说好累 就没有棒棒帝 她就 然后就不吃了 就丢了奶就走掉了 真的啊 我来演一下你的小爱好了 好不好 来来来 从小我爸没对我喊过棒棒帝 我想感受一下 棒棒帝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可是我们现在有什么 剧情是怎么样 今天我就来演一个是 譬如说 我是一个参加打型比赛 哇 好不好 我是你的孩子 我跟大家校园所有的同学 老师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演讲的题目就是 妈妈真伟大 我在家里面 妈妈不管是我挖鼻屎 还是吃饭 撒买一地 妈妈都会夸奖我 所以我在家里面 我都好有自信 我觉得我是妈妈里面 有点乖宝宝 妈妈真伟大 谢谢大家 我儿子 我儿子大家 这我儿子 我儿子 好大 我以你为荣州 超高的 而且你看我儿子 挖鼻孔的好帅 好帅 好帅 大帅的延长比赛 是最后一名 最后一名 对啊 没关系有经验就好 对 最后一名也没有关系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都没有关系 而且 老师是他不公平 老师不会听 其他同学讲的真烂 我最棒 每个人身上角度不同 老师不懂得欣赏 对 来 1 2 3 棒棒 叮 好棒 谢谢 这个妈妈孩子好有自信 好有自信 感觉好像应该赶快去看一下 王老师 王老师的感觉 要挂他门枕啊 你会在这边 就以孩子为荣就对了 对 但每一个父母 她都用她的方式在赞美 对啊 那佩玉姐 你的赞美方式是 我的朋友 像我儿子有一次 就是最近 他们班要选 就是英文 他们学校有一个 第一 有一周是要英文比赛 歌唱 然后呢老师就说 征求全班说 谁要代表班上去比赛 对 我儿子二话不讲 第一个就举手 老师说 你要唱什么 贝克宇 哦 他说 我要唱 Justin Baeber的 Baeber Baeber 老师说 上台唱 他就很大胆 那天跳舞什么什么 全部整首歌他都会 小三会唱这个 因为我儿子 跳舞 我儿子很喜欢听 他其他的同学 英文唱什么 A B C A B C 对 你要不要请他唱 刚才唱生日快乐歌 对 Happy birthday 那我儿子回来 就是我去接他的时候 他在车上 妈 我跟你讲 今天我自己自告奋勇 我说你好棒哦 儿子你八岁多 你就有这种勇气 因为要代表班上出去 那不简单 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我说老师给你这种荣誉 你就一定要好好珍惜 这个机会不容易哦 对 他说妈 你放心 我都会的 其实有时候父母扮演 是一种兴奋剂的角色 对不对 孩子他稍微 稍微撅起来 我们就让他兴奋起来 就敢站出去了 就像我们大演的那样 就是那个感觉 对不对 有的时候爸妈妈太嗨了 我觉得小孩子感受力 比较没那么强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哦 一直说我很棒 那他就可能自我感觉良好 或者真的觉得说 自己真的很厉害 后来我就换一种方式 我就会 比较具体的告诉他说 你棒在哪里 例如我就跟他讲说 哇 琳琳你真的很孝顺 你今天我们回去看外婆的时候 你有扶外婆过马路 我觉得你这件事情 让我觉得你很棒 就是很具体 或者是说像刚才这个 贝惠宇这么大方 对 然后我女儿 因为她在家里一条龙 在学校有时候一条虫 讲话突然变得很小声 然后有时候上台表演 她又就是大家都很踊跃举手 她又有点不好意思 那我就跟她讲说 那你如果很大方的上去的话 那妈妈有一个奖品 就是因为她有一个奖励表 铁花 挤五个红花 然后你就可以有个什么小礼物 之类的小铅笔 或什么的 然后她回来跟我讲 妈妈我今天有举手上台表演 虽然我脚一直在发抖 但是她克服了 跨出了那一步 虽然我的声音有点陡 可是我有上去 那我就跟她讲说 你很大方的上台 然后你原本都不敢上台 你现在敢上台 我觉得你这件事情真的很厉害 妈妈真的觉得 就是把具体的事情讲出来 然后再以你为容 她好像比较能够了解 我在赞美她什么 不然只是讲说妈妈好开心 她也不懂 对 所以这几个例子 有哪一个部分要再做一些改进吗 王老师 当你在赞美孩子或鼓励孩子 你要看她当初的动机 如果她是自动自发去做的 而且她是做得很快乐 她也做得很有成就感 那你又多给她物质奖励 她下一次我们讲 那个动机会被打折扣 什么 好帅 妈妈你快点录啊 帅 你俩大家掌声鼓励 鼓励都大了 不然你现在绝对比王丽 王丽宏 周杰 还要把人拉去 以后就是我的年代 以后就是我的年代 对 我汉 我没有碰云 对 好跑